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我并且负心 说实话 这穿着着呢 用担当打的啊。 把把把把 妈呀 烂拉 抚 烤 哈 哒 螺 禄 尼 噢 一个 母 童 洞 养 巴 看 跟 跟 这 三 枪 尘 连 哈 哒 虾 哈 哈 哒 哈 哒 喔 喔 啊 喔 喔 哦 哒 日 飲 了 伊 雨 无 啊。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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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钱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缠绵的这个上面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灵 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然后再来讲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既因共有情 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从功德的角度来讲 佛陀与有情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昨天也讲了 但是所谓的有情也有一部分功德 这个功德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 让我们修学佛道的人 依靠有情 依靠众生的所缘缘 最后自相续当中真正能生起 最后佛的这种德行 也就是说 上面所讲的佛的 从身体上面来讲 相好圆满 从语言上面讲 也就是说六十种反应 从心方面讲 尽所有之和如所有之 以及五种智慧等等 这些佛陀如海的功德 功德全部也是依靠众生的功德 而可以产生的 这一点也就是说 有情的特点 如果有情没有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原则众生 把它当作成熟当中的顺缘 也没有任何必要的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依靠有情 也是的的确确是 能产生如海的佛的功德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 从这个基本功德 这一点 从名副其实的角度来安理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所有的人 供养一切有情 这是合情合理的 不但是没有不应力 而且非常合理 为什么非常合理呢 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佛陀 次相的佛陀 或者是殊胜的法宝 以及世间当中的 所谓的珍贵的舍利等等 依靠他们在自相续当中 也能生起不可思议的这种佛的功德法 同样的道理 依靠这些平凡的众生 平等的众生 以及非常恶劣的众生 依靠这些众生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也能产生布施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 当六度王星的一切功德 所以说 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摧毁 看见众生的时候 噢 这就是我菩提道当中的一个大的解释 大的一个违缘 噢 有违缘出现了 看见敌人来了 那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佛陀的有关经典当中 也是进行过描述 哪怕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违缘呢 就把这个违缘转为道用 尤其是依靠众生的违缘 应该是我们都可以 转为道用的 《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众生 就是菩提的描述的根本 那么发菩提心的菩萨 应该是以慈悲心的这种甘露水进行浇灌 最后能成就如来的化过 所以说 任何一个法 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对自己带来违缘 但实际上真是带来顺缘的 然后我们表面上看来 有些事情是真正自己 好像在修行过程当中是有利的 其实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带来违缘的 这种情况都比较多 因此说 不管是怎么样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在什么样的世间里面 我们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 应该以慈悲的目光来 进行对待 然后以温和的语言 进行对他所恭敬化 这样之后 我们就称了众生的仆人 这样的电视频 是哲学党的感觉 人都不肯扔了 翻炒界 人都不肯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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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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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道理就是信仰佛陀故应该攻击了 这个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佛将众生作为我说 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问题 首先是应该我们对众生恭敬的道理 我们对众生应该是值得恭敬的理由 无畏众生请诸佛为利圣 除名有亲戏何诸报复恩 他这里就是说 对于无有任何虚伪狡诈的这种众生的知情 众生的护主 就是唯一的我等大师佛陀 那么佛陀他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除了利益众生以外 佛陀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呢 就是的的确确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菩萨也是除了利益众生以外 不应该有其他私人的工作 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工作 真正的一个菩萨 他的日日夜夜都是要为众生操劳 为众生作相 除此之外 不应该有什么事情 这就是佛陀 因此佛陀是无畏的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教权 没有任何虚伪的 现在世间上当中的一些所谓的亲人 应该说是非常虚伪的 比如说两个人互相喜欢 或者在谈一些感情的事情上 有些人说 我永远都是要什么 喜欢你 爱你 但实际上这种名词 并不是真正的欢喜 为什么这么讲呢 当他对你特别执著 对你特别关心的时候 对他就是好的 这是也许可能他自己承诺 也会付出于行动 但是一旦他不喜欢他 一旦他在外面对其他人有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他马上反目成处 马上以各种行为来进行对待 其实杀害他的话 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这就是世间上的所谓的情和 所谓的爱和喜欢 是这样的 跟墙商量的一些人都购乱了 在这里这种情况下一定的 观点 还想想想想可能会理由 东北红外国人为何国人亩相当 很多人民共的关系 叫做数据 他们大适当党和世界一旦 Aunque我们已经想看到 寻思维的 在我心里和见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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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那就是他的心坛 是什么的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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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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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有生命的 可怜的众生都无有任何条件去救的 实际上有些人给我一些财物 给我一些地位 我们都觉得他对我的恩德很大 我一定要好好地报答恩德 可是佛陀给我们赐给的这些恩德 佛陀给我们赐给的这些利益 那我们真的要想报答的话 就可能没办法报答了 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报答他呢 除了让所有的众生生起欢喜心以外 没有别的报答方式 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也好 佛陀也好 就是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如果 如果世间人 你要报答恩德的话 要财物 要名声 可能通过这种方式 但是佛陀需不需要这些呢 没有必要的 尤其是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他也是平常摆见他老人家的 根本上师的时候 也发愿 我为了报答你的恩德 就要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众生就是对上师和对佛陀的 最好的一种保养方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是说 只有利益众生才可以报答佛陀的恩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将自己的身体 舍体而趋入地狱当中利益众生 这就是佛陀的誓愿 我们以前学过佛传的时候 有《月光国王》的传记 《月光国王》当时在奴役园 布施自己头脑的时候 当时对苏牧生也说过 说是 我在这一个地方 仅仅是鹿野园 将自己的徒步布施 已经上千次了 有这么长的时间了 所以佛陀在多次内戒当中 将自己最珍贵的 最宝贵的生命和身体布施给众生 并且发愿让众生获得快乐 大家都看过佛传 以前还成婆罗门的时候 当时也是发了五百大的誓愿 我等大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 发了五百个誓愿 五百个誓愿当中 有些誓愿也是这样讲的 为了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种下善根 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种下善根 他愿意在十大戒当中 欢喜地接受无间地狱的痛苦 我们想一想 佛陀的五百大愿当中 有多少个愿都是 以欢喜心来感受众生的痛苦 地狱的痛苦 那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为了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种下善根 就是会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啊 不要说是十个大戒当中 可能有些人十年当中 为一个众生 他的相续当中种下善根 让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在十年当中受人间的痛苦 可能有些人是不愿意的 因此他这里也讲了 利益众生才能复陀的恩德 就是完全地能汇报 所以我虽然感受了各种各样的伤害 痛苦 因为现在野蛮的众生是 变满于天下 那那个时候 不受众生的这种汇谤 挖苦或者摧毁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受到这些的时候 我应该一方面忆念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功德和行为 同时也忆念着 我们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这样讲 凡是与我结缘的 所有的情人也好 怨恨敌人也好 对我进行赞叹 诽谤的这些人 暂时让他们获得快乐 究竟亡分极乐世界 佛陀在佛经当中 尤其是《大乘密集经》 这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不为地狱 不求生天 不为己生 而求解脱 这就是《大乘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应该来说 是不为地狱的有这种精神 而不求人天不报 有这种愿望 只要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话 我就想解脱去 其他人 我对自己的事情 一点也是不关心 应该有了这样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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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这种断正功德 可是呢 他们在这个现象上 就是如何的 这个非常这个谦虚的利益重分 就是这一点呢 我们也应该值得这个比较 就比较 看你自己的这个境界怎么样 大家也应该就是观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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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佛陀也是会有悲伤的 所以我们应该想尽办法 让众生快乐 让佛生起欢喜心 如果害了众生 那佛不欢喜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最好不要做这种事情 当然从世相的角度来讲 布图达伦伦也说了 众生供养佛陀和看断佛陀 如果众生供养也好 看断也好 在世相当中就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在现象当中的话 我们如果供养恭敬众生 佛陀身体欢喜心 如果我们现象当中是损害众生 危害众生 那佛陀就显得悲伤 这一点也确实有了 这一点我们以前学过的 一些佛教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虽然是端正圆满的证悟 就是一切实相的 然后对他来讲 真的是欢喜心和痛苦心的分别念 在实相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在佛陀 在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 也的确是有的 比如说有时候 在一些戒律的公案当中也是 佛陀的弟子们如理如法的时候 佛陀显得欢喜心 然后进行这道赞叹 这种情况也有 然后有些时候 佛的这些四种弟子不听话 做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 佛陀显现不高兴 马上加以呵斥 显现上也有这样悲伤的情绪 这就是佛陀随胜众生的一种现象 但是随胜众生的话 实际上对我们现在的迷惑众生来讲 佛陀显现应该对我们生欢喜心 不要厌离我们 如果佛陀对我们进行不悦的话 那我相续当中的佛的加持 绝对是得不到的 所以虽然他是从中观的一些意义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 佛陀的悲伤和佛陀的欢喜 是一种显现 但是对我们众生的迷乱现象 观待众生的迷乱现象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地说 我们经常也是想 让释迦牟尼佛这个欢喜 让阿弥陀佛这个欢喜 那让诸佛菩萨欢喜的话 我们对众生应该做有理的事情 今后来见他 我们Sen 正此一双比的 最好主想是做的 overtim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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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既要看一些传承上师们的这些公案和一些故事 又要翻阅一些大乘经典的究竟甚深的意义 然后在这些内心当中大家发自内心的有一种誓言 结果哪怕遇到我的生命危险 我也不害人的话 我也不害任何众生了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发愿力 对我们的一些大乘经典来讲是很重要的 佛陀的的确确是不高兴的 以后做任何一个佛事 千万不要牵涉到一些害众生的事情 如果害了众生 尤其是直接间接害了众生的生命的话 那我们做的佛事 绝对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佛陀不会缓急的 在海洋总统的地方乱一点 可能色使用你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已经使用了 一样对了 我们在意识里边看 不 słu论 Legend还 Log体骑 太轻力了 有koho吧 这里佛会 那屏 affordable 越这里 太轻力了 法 我 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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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